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安最近在台湾开始讲话了 是吧 那么我一听李安 马人就接见好像 是 哎呦 台湾人现在把李安捧着像神一样 你看人 李安就说啊 他说我脆弱 我的这个艺术是因为我脆弱 我正因为脆弱 所以我能同情脆弱 我其实是一个怯弱的 懦弱的 脆弱的人 我一想 这不就是我吗 然后我又一想 所有伟大的人物都要说自己是弱者的 你比如说莫言 莫言也是 就说我实际上是很怯弱的 你看 怯弱的人 他是天才 你知道吗 所以我很高兴 不是 应该这么讲 这么多年 很多天才都很怯弱 但不一定能够反过来说怯弱的人就是天才 这是个大一逻辑 我肯定 真的 那是领导上不让讲什么 我从来就不讲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讲的这个话 对吧 我有时候咔嚓咔嚓我都给你们剪掉 我都知道 这天才啊 天才才能这样 是吧 所有花都有颜色 但不代表所有颜色都是花 行 那这个 我就说李安这次讲的这个事啊 有点意思 李安呢 平常他你看 他就是怯弱 平常做了一辈子好人 哪敢说个不字啊 但是呢 最近 你有一点就不像李安 哪点 人家李安在家里怕老婆 烧菜煮菜煮了好几年 你自己反省反省吧 继续 继续 没错 没错 继续 那我还要找飞 你看小男人 他哪里像嘛 对不对 所以还缺一刻 还缺一刻 不是 这不叫缺点 我说我具足了天才的缺点 这是人李安的优点 是吗 而且李安这是说什么呢 他就是说啊 这个 我觉得他最近有点这卧虎藏龙啊 有点这个这个脚踢北海藏龙拳打南山猛虎的意思 开始骂人 骂了 当然不算骂啊 他还是显示出他这个谨小慎微的性格 你看他在这个论坛上 显然说 说这个台湾新闻 我回来看了几天 就是这种啊 小猫小狗啊 鸡猫蒜皮 充斥着全部的空间 他说拜托啊 这个台湾的电视人 那么咱们争点气好不好 好 这个 有道理 同意 我完全同意 恐怕这是华人世界的共识 但是你看李安呢 这个论坛快结束的时候又出来说 哎 对不起啊 我刚才说话太重了 他这个人 所以你知道最近这个 他提到这个病啊 也是台湾的某些共识 听说台湾有人呼吁啊 这个凤凰卫视 尽快的这个落地台湾 你听说了吗 听说过 好像连龙印台都开枪 说这个应该考虑吗 好像有点这个意思 龙印台说的是反过来 反过来的话 我跟你说 是一个我挺佩服的人 就是江炳坤 我当然我对这些 海机会 海协会 前海机会 海协会的那个头嘛 就是台湾那边的 这个江炳坤前些阶段 我在一个论坛上 有机会见会过他 我才开始有点佩服 你还别说人家 台湾的这个一个人物啊 官员呢 这个就是说 你看他讲什么呢 他讲台湾的情况很熟悉 我不奇怪 他当时跟台商讲啊 原来他对整个的这个江浙 这个地方 就说这个经济 企业 这个数据啊 如鼠家珍 我觉得一个台湾人 就是讲话啊 跟我们的这个总理省长一样 你知道吗 对大陆的这个经济的数据啊 这几年的经济的发展啊 包括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情况 能够熟悉到这样一个程度 那真是挺值得赔福 要投资嘛 对啊对啊 是啊 可见国民党这个用心啊 所以是江炳坤提出来 就说台湾应该引进 中央台的国际新闻 和凤凰卫视 所以就因为呢 台湾人不看 就没有台湾电视 没有国际新闻 没有国际新闻 说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岛民 怎么能有国际视野呢 哎 你们你就是台湾长大的 你觉得台湾有这问题吗 台湾以前没有 现在就相反 我觉得台湾曾经 一度是华人世界里面 国际新闻做的最好的地方 在八十年代 中期之前都还是 那个时候 他有很多大报 那些传统的大报 像联合报 中国时报 他们的老板都是一些 有一些文人的风骨跟意识 又有商人手段 政治家视野的人物 很强调就是说 他们什么地方都要有特派员 然后怎么做新闻 很努力的学日本 学美国 那种做报纸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变化 是他民主化之后 我常常这么讲 听起来好像在反民主 其实不是 而是要了解到 他一民主化之后 本土化 就本土化 而本土化之后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最关心国际的时候 其实是他最不能关心 自己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戒严时期 两讲都在 你本地的新闻 台湾岛内的什么政治新闻 很多言论禁区 很多像你这样的人 要去咔嚓咔嚓 很多东西不能出 那然后大家都 都只好很关心国际 你坐个出租车 那个师傅一上来 就说当前的冷战结构 依据普林斯顿大学 学测 就给你来这套 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 你看我们凤凰卫视 现在基本上都变成国际新闻 对对对对 我们每个人说的就是国际 就是这样 一样道理 然后等到他一民主化了 就终于可以谈自己了 然后就忽然发现 我今天发现 我这个脚趾头 这个左边这个指甲 长得这么好 你看以前老看什么 普林斯顿学者讲什么 我就没注意这玩意儿 然后就开始 天天注意这东西了 其实凤凰台 在很多人看来 它上面很多台湾的人 记得赵少康有节目 陈文倩 陈文倩 对 李敖 对 不应援也一大堆吗 吴小丽 对不对 我们有容乃大 人家乍一看 台湾在 这不就都是台湾的吗 将来这个 我觉得进台湾 非常名正言顺 多一些软吃山 这样的节目就好了吗 龙应台 看得很亲切嘛 对不对 你刚才讲这个 龙应台 它是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就是说 要对等 说你要 就是说 说我承认这个凤凰 城邦他跨凤凰卫视的国际新闻 办得很好 说但是呢 这个 这个东西要 要对等 就是说这个 台湾的电视 能不能去大陆呢 但是我要告诉他 你们台湾电视 早就去大陆了 那家伙 那个 康熙来了 大陆人 家喻户晓 对吧 但他讲的是整个频道 整个频道 但是我觉得 也没关系 多点银客松不就行吗 忙碌一些嘛 没事 因为你比如说像台湾的新闻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很奇怪 台湾这个国家 就是这个地方 台湾这个地方 它现在已经整个岛 它的视野 怎么会那么急剧的萎缩 看内部 很多人都觉得很难理解 你包括台湾很多学者 交传媒的学者 包括台湾做出版的人 因为另一方面台湾的书 还是出很多 关于世界各地的消息啊 什么 那你只好说 它出现一个 很大的一个两极分化 这个两极分化就是说 也许我们在书店 看到那么多什么 谈国际旅游啊 国际历史 国际时事 这些书的读者 来来续续有几千人 或者一两万人 那这一两万人 恰恰不是电视 要捕捉的最大众的对象 而大众 则全部都在电视台 电视机那边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 他们把电视 已经彻底当成一个 就是做娱乐的一个东西 对 没有人认真的看电视 对 那么所以你电视 国不国际 严不严肃 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台湾呢 很有意思 他们也在说 说是这个 也台湾人也质问 说这些管电视台的 这些头头啊 是精英 是有文化的 不是那种 就是狗仔队 不是这些人 所以他们就很奇怪 就是这个一代传媒精英 你们管理的这个电视台 怎么弄的 没有国际新闻 收视率啊 然后呢 而且你看很奇怪 还有一个叫王伟忠 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 王伟忠是台湾综艺节目教父 多少包括这种 这种综艺节目啊 都是王伟忠 他们这个策划的 可是实际上 王伟忠本人 咱们知道 弄的那个话剧啊 卷村一号啊 这是个知识分子嘛 非常有人文情怀的 这么一个人 可是你看 他一到电视 他弄出来的这种综艺节目 就又完全是台湾地方戏 现在最能进台湾的 大陆的台 或者说各中文的台里面 不是凤凰 是湖南卫视 对 这个娱乐三通 这个才是两岸的 这个真正的和平交叉点 由此台湾的那个民进党 那边的人 对 有人说有人一边就对江品坤这种意见 就说他脑子进水了 是吧 然后你看民进党那边的人 对湖南卫视曾经 我是歌手嘛 那个时候就说 我们要当心 说台湾的电视 怎么开始转播大陆的这个综艺节目 而且是当新闻播 就是说这个是有这个赤化的风险 对岸 和平演变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就是很多时候 外来游客和本地人的担心 是完全是南辕北辙的 你比如说 要是我的感觉 我就觉得台湾电视这么着挺好的 你知道吗 因为对我来说 每次去台湾 我就说过多次 就像是个桃花源 你知道到了台湾 你才知道 人可以很安静的活着 就是很悠闲的活着 而且你说台湾电视不好看 或者你说台湾电视没有国际新闻 我这天天讲国际新闻的都讲烦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台湾 我在酒店我躺床上 我能看一天台湾电视 我觉得很好看 它只是本土台 本土新闻多一点 它其实频道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它只要装个碟 它这个CNN 这个BBC 还有什么Sky TV 这些新闻全部是直播的 而且 有一个专门播歌剧的台 整天播德国的歌剧 全配上它的中文字幕 很厉害 说明它有 你想这个台一直能够播下去 就说明它有固定的观众 不是没有选择 而且你知道它把欧洲那些歌剧 它已经新到什么 对吧 就明明是瓦格纳的一些歌剧 都是穿着现代的服装 用着现代的背景 其实整个是一个德国 连美国都很少人看这样的歌剧台 台湾就一直在播 我在想这个台要在香港 要在大陆 播不下去 你很快就会有反馈说 我这个点数太低 对不对 我为什么 可是它在台湾就有收视率 可是它其实成本很低 它这个东西成本很低 它都打字幕 那个字幕太便宜了 你现在找一大堆这种 这种留学生 什么随便搞一搞 瞎搞一搞 很便宜 我觉得问题在哪 这就是刚才我讲 很多地区 很多别的国家 或地区都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它的媒体 自己做了一个功能区分了 就它自己的报纸 自己的杂志 自己的电视 不好 低俗 没关系 因为他们的精英不看这些 他们精英看什么 他们精英直接看一些外国的东西 那其实好多地方也是这样子 你包括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 很多地方都这样 它的精英是不大看本地的电视台 它直接我天天看CNN 所以你看 我不光是天才 我还是精英呢 你又怎么了 我在大陆我都不看电视 我要看 我直接看什么那个什么的 Discovery 或者是什么外国的电视 但是这会有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的问题就来自于 你可以说我很国际化 比如说香港 牛邦这样的精英 说香港没有很什么 很严肃的时事杂志 但是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看经济学人 但问题来了 经济学人的观点跟视角 其实还是英国式的 那是否表示本地的精英 就没有一个自己的利益所在 兴趣所在 或观点视角 就看这些东西是直接跟英国人呢 就等于说 你说看国际新闻 能不能够真的 就全部都看BBC CNN家这个半岛 对不对 因为这是人家表达一个某个地区 某些人的特定的一个观点 但是你刚才讲的是Discover这些 包括我刚才讲到的 台湾能看到的 高清的 世界上的这些很多台 我看来大陆都能够播 没有什么政治性的 国家地理 探险 旅游 烧菜 国际的烧菜 我就不懂这些台 为什么大陆现在高清的 那个硬件很好了 高清台越来越多 但是你看到的节目选择 真的非常少 对不对 要么就是相亲了 要么就是不断的歌手了 最强音了 不断的来了 要么就是跳水了 再接下去该怎么办 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 它没有什么政治性 我们先不讲政治性该不该 至少那些台 你全部24小时在放 都不需要迎客松的 我就不明白 这些台为什么不在中国大陆落地 我这是实在不明白的一个道理 不明白也就这样 然后我就跟你说 台湾的 你刚才讲了 台湾的电视台和大陆的电视台 其实有一点到很相像 为什么这次 文道你得往这边 大家看见你后脑勺了 为什么就是说 他们说台湾的这个台 整天就播这种小猫小狗的新闻 充斥着这些 他们不是有批评吗 台湾媒体人分析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电视台太多了 你看他们说台湾的电视台 这么一个岛 数量太多了 数量太多了 你本身就有这么多的样的版面 你就要填充 你知道我的24小时这种直播 而且就是说拥有那种 他们叫什么SGM 还是什么SM 弄不清了 就是那叫卫星设备转播车的 这种电视台都相当多 你这么多的卫星转播车 就是随便到哪都能直播新闻的 可是没有什么新闻可以直播 于是呢 消防队去救一只猫 它能直播一上午 你就是我在台湾酒店里 我看一天 我能知道全台湾一天 所有的交通事故 全是新闻 寡蹭啊 什么擦了个皮 全是头条新闻 所以 但是另一方面讲 大陆的电视节目 为什么让你看着 有些时候那么样的恶心 同质化那么严重 不是同性恋化 就是这个类似的节目啊 这个撞车要跳水 一下俩跳水 是吧 区别就是一个死人 一个没死人 是吧 弄于什么 这个中国的声音 你分得清楚吗 现在 你分不清楚 这些状况 为什么 早就有人说过 这是大陆电视台太多了 而大陆电视台之所以这么多呢 又跟我们 选择太少了 又跟我们一向以来的这种 这种体制有关系 你看啊 每个省都要一个 一个省要一个 一个县也要一个 一个镇甚至要一个 过去一个厂还要一个来 那么这么多的电视台 报纸也是 你知道其实像美国 几大电视网 对吗 中国的 你知道我不说别的 光这个摄像机啊 这是多么大的重复浪费啊 这是多么 这么多的频道 但是也有一个奇观 说世界上 他们有一次问我 说有什么电台节目 也可以不断的换频道 但是可以连贯的看一个节目 没事 世界奇观 世界奇观 近在神州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这次李安也说一个 他就是因为一见面啊 就说这个爱台湾 他说呢 实际上我最怕人家说我这个爱台湾 因为他老在美国生活 他说这个这种 一说爱台湾呢 他说在美国就是这样 说美国一提爱国主义啊 往往不是国家出了问题 就是这个这个人出了问题 为什么 就是这个爱是不用说的 不用挂在口头上 所以他说我本来想到台湾 可以居住工作 他说但是就是因为啊 这个都是都是这个台湾太爱我 对吧 他说这个这份盛情啊 这个有点重 平常在大街上 人们都蜂拥而至 都太都把李安当成自己的 国宝 他叫做 而且就是这个 李安就有一件事情 我挺提他可惜的 他就他有申请 那个奥运会的闭幕式 结果 什么叫他有申请奥运会闭幕式 这办啊 指导啊 指导啊 我一直在想 中国的还是英国的 就北京的那些 北京那些 我一直想 要是张艺谋是开幕式 李安是毕幕式 哎呦 那好 李安善于搞这个结尾 你看最后那个毕幕式 比开幕式差远 对不对 因为因为 重头都放在那 都放在那 为什么没让他做呢 那个时候就是跟色界有关 就是对他有一定的看法 当然没批评李安 就批评个汤违 对不对 但实际上还是跟色界有关 但是我就觉得非常可惜 08年奥运会啊 其他都完美 我在想 李安要是指导一个毕幕式的话 温馨啊 不过你刚刚讲回台湾的那种 爱台湾啊 爱一个什么人的那个情况 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讲过 就是台湾是 到处充满了泛滥的温情 而这个温情 常常还是冲着他自己来温情 就一个人很怜爱自己 你瞧瞧我这皮嫩的 然后晚上磨半天 就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台湾现在除了李安 李安呢当然肯定要被人爱到就是不行 对现在 台湾是这样子 是你出一个面包师傅 得了一个国际大奖 他是台湾之光 还有个女的高尔夫球运动 台湾之光 然后他们现在是动不动就台湾之光 以前是棒球 然后呢 掃棒 没错 那这些台湾之光回到台湾之后呢 出去绕了去回到台湾呢 肯定都要到处演讲 到处出书 然后大家围着他打转 然后 他变成一个产业 你知道吗 我觉得台湾之光本身是个产业 台湾之光 你在书店 在什么行业 在媒体行业 你去计算一下 围绕的这些台湾之光的出版 节目 然后周边的产品 他们值多少钱 行销多少 你发现它是个产业 那当你整个社会 那么多人爱消费台湾之光的时候 你说是不是就像我 我这皮长得好 中国人很相似 你看前一阵莫言接受采访 他说我现在最大的两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不要采访我了 第二个就是不要到我们老家去 我们是山东高面 成了产业嘛 但这个看来还是有点不同 大陆你看 一方面非常焦急的等待 被国际的认可 但是一旦有人认可 要求特别高 相比莫言跟李安 我觉得大陆对莫言是比较苛求的 批评也 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比较多 当然他们两个人的性质也不一样 对不对 艺术成就我们很难来比较 但是对莫言是比较酷 说明大陆现在这是叫众生喧哗 如果说台湾是自己一枪一吊的 自怜自爱的话 大陆现在进到了一个真的众生喧哗的时代 不一定不好 可是台湾之所以有这个情况 我觉得也是跟政治有关系 就他们常年的那种悲情或不平之气 所以使得他难得有一个叫什么之光出来 一枪悲情 对 那个东西对他来讲特别重要 就全台湾等着李安说那一句感谢台湾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 还有哭了半个台湾 哭到两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